作曲 李宗盛 满途困坐牵掌 力尽风浪 苦难这身担当 前几努力来创 青天将我门帮 竟是百孔千藏 哪个人可 歌船有三斤铁 密车网 今人满心不安 凌天更是迷茫 前浪满沐浮浪 如困境 伸心等我 远向前寒 今人满身担当 前浪 天涯探海 已长出国 今人满身担当 前浪 前浪 未曾接及时 今人满身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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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八二零年, 清家慶二十五年, 滿清至魯姨哈赤婢, 第七任皇帝愛新國羅蓉堯, 在熱河秘暑山莊病重, 命遇前大臣蔡聰康, 及軍機大臣托津等公啟骨俠, 宣氏召書立皇太子面臨為太子。 徐職病逝, 享年六十一, 面臨雖被立為皇太子, 但在登基前, 仍然經過一場可謂驚心動拍的鬥爭。 立皇次子面臨為皇太子, 家慶四年四月立, 如筆。 恭請皇太子登位秀賀。 對, 為親皇太子。 為親皇太子。 你們想幹甚麼? 這麼草率, 宣讀召書。 為甚麼你心說是草率, 宣讀召書? 對呀, 隨親皇, 皇帝大行, 我們當眾打開骨盒, 宣讀召書。 有甚麼不妥? 自世宗皇帝建立秘密建築之際 從來都是把這張詔書的骨俠 傳在紫禁城 乾清宮的正大光明貶後 你們甚麼時候有聽過 先皇會把骨俠隨身攜帶? 你們統統跟我起來 起來 你們幾位身為軍機大臣 御前大臣 不會不知道有這種規矩 蔡宗科大人 究竟詔書是真是假 我想你是最清楚的 是不是?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我們當眾打開骨俠宣讀詔書 怎麼會是假的? 問題並不是當不當眾人面前打開 而是骨俠本身都已經很值得懷疑了 你連父母的首縣都懷疑了? 歷來沒有自責的例子 真是數筆真是數筆升數 是嗎? 按照四十哥你的意思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等回去京城 查清楚趙書的真假 然後再作決定 否則 鬧出笑話 喜悲怡笑天下 嗯? 都是四十哥說得有道理 策納太子自登基這麼大件事 我們怎麼可以儲率呢? 你們說怎麼樣? 也是 也是 你們兩位的意思呢? 你們兩位是軍機大臣 在這個時候都應該說一句話 是啊, 我們應該回京城查清楚 各位, 遺照是大行皇帝親手所寫的 現在你們這樣做就等於擴旨 既然大家都認為應該要查清楚趙書 我想二爺哥你也不會反對 好 明明是先皇的遺照 偏偏又要節外生枝 分明是四十哥有心謀奪皇位 真是豈有此理 他還在眾大臣的面前 暗示我和二爺哥你 以假亂真, 爭奪皇位 真是激氣 你明明察立二爺哥為皇太子 誰有異心, 我蔡聰柯一定不會放過他 司馬超之心, 老爺皆知 閉就閉在那四個大臣都贊食回京查清楚再說 叫我有甚麼辦法 那四個大臣, 違抗先皇的旨意 你當受罰的 一定要叫他來, 當面斥責他 好 你和我照顧那四個大臣來 不過不是四個一起來 我要逐個責任 各位大人, 請坐… 我請大家來, 是想和大家聊一下 不知道我今天在淡薄敬城殿所說的話 有沒有道理呢? 我也很想聽各位大人的意見 要我看, 這個骨盒是有一點可疑 先皇的身體一向都健壯 這次他出巡, 沒理由把骨盒隨身攜帶 而且, 先皇在近年來 十分欣賞四十哥的才智 而且還封為親皇 類似在皇宮大臣面前 稱讚四十哥, 充民機智 照這樣看, 即是早已立下太子的意思 沒錯, 四十哥才德相傳 才判訴我們大清的皇帝, 智利天下 但少書是先皇 不即是可以假冒 況且現在真假也不定 一國之君也一定要以才德為重 大家別以為我這樣做是有私心 我只是為了我們大清天下慎重著想 我也是為了大清江山, 以事論事 難道你們大家不是這樣看法嗎 我敢相信, 以先帝的英明 一定是立賢者為處的 是呀 你說是嗎 盧忠堂 你說是嗎 我也說是 我也說是 是 這樣就好了 等到我們回到京師的時候 找到真骨盒來對證 嫌辦假冒的人 我們一於擁立四十哥登位 怎麼樣, 只有你一個 是呀, 二十哥 托津呢, 他有病, 他說不行 其實他沒有病都說有病的 是呀, 那個奴任譜呢 他又要守寧不來得 那大軍元呢 大軍元那些徐松說他出去了 還沒回來, 那就請他不到 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不來得 我看文夫又不知道找甚麼藉口 算了 蓮恩, 他真是有辦法 尹二十哥, 大學士文夫求見 尹二十哥, 大學士文夫求見 快傳 走 總算文夫有點良心 是好是壞, 都來一趟 看看他有甚麼 微臣參見智親王 文大人, 骨盒是先王交出 當著你們面子開啟的 為甚麼連你都會有懷疑是假的 不是呀, 不是呀 微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請智親王體諒微臣的苦衷 其實微臣怎麼懷疑朱利為王 但是碎親王的說話 不止三個大臣 他們都贊成, 卑姨認世, 微臣之後富和 那微臣怎麼阻攔 智親王你輸罪, 輸罪 你為甚麼呢 文大人, 到現在你可以說真心話 究竟二哥是否太子 你說吧 哪一個是真命太子 微臣怎麼這麼妄言 你身為軍機大臣都不敢說話 是不是四十哥給你了甚麼好處 要你捧著良心來做人 微臣不敢, 微臣不敢 好, 姑且就順利 做成這樣一個局面, 你說怎麼辦 回智親王, 微臣陣夾在中間 確實有為難之處 這微臣的絕見 智親王或者瑞親王哪一個接任大衛 都要尊稱大行皇帝的和約皇后為王太后 為當今在朝位之極品者 如果這件事由皇太后出面主持 這件事就好辦得多了 文大人, 你所言有理 大清開國以來, 已有先例 想當年太宗駕崩 莊妃成為皇太后 她康復六歲的細祖登基 平息了多耳菌與豪甲, 奪位之爭 文大人, 所言有理 請爺爺哥馬上表尊稱 好, 可以事事 智親王果然智慧過人, 兇有誠苦 當時成為事實 那麼智親王就可以先勝一籌 請智親王准微臣告退 好, 你請先回 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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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跟幾位中堂相討過 現在我要宣佈幾個節節的節節 大軍, 既然這件事 你跟各位大臣已經相議過 就朝禮拜二好了 我也有時宣佈 我決定尊和約王后為王太后 封面海為敦親王 便宇為為君王 不行 你有甚麼權封人 你現在身份懸疑 在未搞清楚之前 你沒有資格轉王太后封親王 大行和弟師君未寒 你以立心潛為 既不合禮而有失公道 不孝不義 分靈時滿朝王公大臣如無物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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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輩子英明 想不到大行依存 竟然有人公義報御你的遺字是假的 如此不照個行為 我不會被他得逞 我一定會遵從你的意思 尊太后封兄弟 皇上 我也不會被人無認你的遺字 佔登大衛 我一定要拆個水落石出來 皇的親不治眾所公認 我現在所做的 只不過依例辦事 合規合他 如果有人敢阻止的 就是犯想大不敬罪 刑登 你們在搞清楚這件事之前 你不可以這樣做 皇上, 請兩位親王 聽微臣的意見 兩位親王 其中一位接位登基 都要尊稱和睿皇后為皇太后 是不是 是啊 各位以為是不是 所以至親王這樣做 都是照規矩辦事 盧忠堂 你也是這樣想想 民忠堂都說得對 照我看骨盒召樹 是立至親王為太子 但是未知真假之前 都應該由他出面 尊太后封親王 這樣也是對的 到時如果是太子另有其人的話 我們可以廢位再立的 那個懷疑認為怎麼樣 沒錯, 現在只不過懷疑 懷疑未必是事實的 現在有人提出懷疑 大家就把正經的事放下不做 如果再有別人提出懷疑 豈不是我們正經的事都不用做 所以華姐 現在至親王 是最有資格按規矩辦事 你們說是嗎 是… 好, 但是照書是真是假 你現在一定要查清楚 想不到他會出此一仗 這二十八人, 我低估了你 真是想不到被他行敗了一步 尊風打友, 即是行使至皇帝的拳 姐姐 但是我們又很難反對 歲親王, 你又怎麼打算 他想全員驚醒 沒那麼容易 我要他的風語 走不出秘屬山莊十里繁維 你沿途不得停留 限你明日午時 送到皇太后手上, 打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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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拿下拿到 做得好 多謝和爺課長 家慶十八年, 天理教功入大內 失敗之後, 沒有一個可以生還 而幾名頭無, 就死在火槍之下 你說他們肯不肯罷休 王爺的意思是應該找人扮成天理教的餘黨 特賊行功, 乘機殺了 那你出去報誌 明晚指示在火神廟外埋伏 一看到我發出信號箭 馬上攻入淡薄京城殿, 走 請王爺不要太傷心 二十哥四十哥和一班大神, 現在還留在秘書山莊 京中上下群龍無首, 父皇大行, 王爺你就是太后 如果現在京中有事發生的, 王爺你要出來主持大局 希望王爺以國事為重, 節哀順便 主持後宮就可以了 郭家大事, 我哪有吃得這麼多 京中的大事還有一班大神可以代錄 不過現在有件凡事, 我要馬上趕去熱海一趟 是甚麼重要事 秘書山莊有人來報, 說父皇駕崩的時候留下骨盒 命護蟲大神開啟骨盒, 宣讀召書立以有哥為皇太子 但是四十哥硬說骨盒沒理由隨身帶備 而且還圍召雖是假的, 他說要回京查明真相 中大神裡面也有人贊同 所以我希望馬上趕去熱河, 坐以有哥一臂之靈 綿恩他又一向有野心了, 他又拉攏了一班大神 我真是擔心二哥的處境安危 二等侍衛二令, 奉皇太子口語 急事回京, 面敬皇太后和三哥 辛苦了, 快起床 謝皇太后 皇太子的首語 離開, 打開來看看 是 皇太后退 說甚麼 二哥以身帶的身分, 尊皇阿良為皇太后 恭喜皇太后 起來吧 走 由封我為敦親王, 五哥為衛棍王 還有封 二哥說我馬上帶兵, 趕去避暑山莊, 說有要事相談 明人立刻這樣做, 我就放心了, 你立即趕去吧 皇阿良, 國不可一日無君 就請皇阿良馬上下意志 急召二哥回京登位 免得世友哥橫生之節 遜馬 你以為你這隻馬可以走得掉嗎 就算他能出城, 也能過不了河 不過這隻馬是不同的 你不怕我用一隻炮打你嗎 橫炮, 儘管放炮, 我差事 又怎能保得住你的將軍呢 進居 保得住, 保得住 移居尋帝 二哥, 奉先王子宮回京 籌備起碼要十天八天 而上路就要大半個月 在這段時間, 為了以事公正 你和我都不能先行回京 是不是 當然了, 否則 你又會說我先做手腳 把骨盒偷龍轉鳳呢 你明白就最好了 二十個 希望你 都沒有耍花樣 好, 盆棋 你一步我一步 花樣人人都會耍 就看下誰旗高一著 好, 兩人縮棋 始終都會分成 人來 和爺有甚麼吩咐 為甚麼還沒有消息 奴才照和爺吩咐 半個時辰報告一次 現在還未到終 來 那邊有甚麼動靜 奴才剛剛打聽過 沒甚麼動靜 至親王還在房裡 沒有出來 好 我要他穿布爛尼 你怎麼從未到 終未到 要計呢, 應該一個時辰後才到 會不會出了事 他應該快趕來 好, 真親王 十元海叩見皇上 祝皇上萬屋甘安 其實你實在是皇上 敦親王 皇上 皇上 皇上, 三下哥大兵來了 怎麼會 是誰送信的 是二等侍衛而令 他也回來了 怎麼會這樣 一定不知道 不行 快點 時辰到, 大家準備 快點 蛇哥 你走不掉 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來 我來的正是時候 要不然你十個頭也不夠斬 我去奉皇老娘的命令 騙你回京 恩禮, 騙死阿哥回京 走… 大哥, 時辰已經過了 我們怎麼做 大哥, 可能我們的行蹤已經暴露了 如果我們還在這兒等 會很危險的 不如這樣, 我們殺進去 好過在這兒白等 不行 沒有信號 我們不能夠輕舉妄動 刺刀, 走… 奉皇太后義子 大行皇帝龍遇尚登 皇次子至親王綿寧 人孝聰銳, 應武端順 見隨行在, 自當尚應付託 虎遇來源 但孔蒼褻之間 大行皇帝未及名譽 而皇次子秉勝謙聰 與所深知 為降遇子全遇流經 皇大臣 慈記皇次子即正尊為 因此請至親王綿寧登位 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皇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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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拜叩頭 萬歲萬歲萬歲 喜歡把我收監也好 殺死也好, 除了你 但我不會向他屈服 怎樣? 問心有愧嗎? 不忍心下手? 憑他這種才能, 也可以成為皇帝 跟我走 怎麼樣?他叫你來抓我 我告訴你, 我寧願死也不會去 我可以跟我同事和母親阿哥 你寧願幫我, 人都不幫我 你這麼爭氣 我現在是來帶你見皇阿娘 突然向皇阿娘請安 四爺阿哥已經帶你 看到皇阿娘還不跪下? 大膽易臣, 還不跪下? 我來問你, 你知道罪嗎? 以途奪位, 謀害皇上 你所犯的是死罪 皇阿娘, 神兒知錯了, 神兒知錯了 我該死, 我該死 但救皇阿娘, 皇太后救我 神兒, 不如大易不道, 犯信不敬罪 你少來這一套 我... 你少來這一套 兒子不知道兒子心幹嗎? 你數來都不安分 你野心誕, 口是心非 講一套做一套 你現在還不老實盡罪 你到底要殺甚麼花樣? 娘 我真是懷疑 我真是懷疑你到底是不是我親生阿娘 你大膽 娘, 你居然敢跟皇阿娘說這種話? 你也是 你到底是不是我親生阿哥? 你們明知那個才能在面臨之上 你那樣 繼承低位的應該是他, 不是他 你們兩個雙手把低位放送給人 明明不是你的親生兒子 他也不是你親生的阿哥 你不要 你們為甚麼要報他?為甚麼? 你和我在派會議, 你... 那粒不是正大江明片 只是我的好機會 我讓天下公報 我讓天下公報是假的 你... 你為甚麼偏偏要破壞我的好事? 我恨你 我恨你們 你... 你閉嘴 大江皇帝曾經跟我說過 他不會抓你為太子的 佛甲召書的事是真的 你為甚麼? 我派面海去抓你的時候 你正想發信號給那些叛黨 這件事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這次所犯的是死罪 你卻不知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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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娘 你救我吧, 王阿娘 你卻不知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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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娘, 你救我吧 我這次會改告 王阿娘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王阿娘 王阿娘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王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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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始終帶我親親鬼 那你以後就要好好地犯死 重生做人了 我知道了王阿娘 我一定記得了 五, 定明年三月 千藏大行皇帝子宮於昌寧, 陰此 大行皇帝子宮於昌寧, 神言不孝善得 竟被鬼門蒙蔽心囂 我以後懷疑皇后 懷疑皇后窮襲襲子宮 千刑大罪, 神言之心該死 尖求皇考念在神 而對大清一片重心而誅成大錯 你就要我一命了 你要我一命… 皇上 皇上, 神一時魯莽, 令皇上正名受死 此希望犯上大罪, 神之難無恥 特請了皇上凱恩, 更生神之殘命 以便面碧之過 好等神一生懺悔 皇上, 皇兄 若皇兄練手足兄弟之正 就請要我一命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皇上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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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行皇帝妙號尊氏若 仁宗受天興運孤化衰柔 崇文經母孝功勤劍端吻應接瑞皇帝 朕奉大行皇帝遺照繼承帝位 祭告天地太妙舍跡 攀照天下定名年為道光如年 朕初登帝位如是尚淺 心恐神器之眾不能負荷 為賴國皇宮大臣盡忠揭成 童笑皇爺 朕亦自當黑勤黑劍攻攬朝政 皇上趙愈 一、班大行皇帝遺照於朝� 琉球、纖羅、越南、緬甸諸國 派尊氏復告 二、大赦天下 除死罪外減應三等 三、縣直帝成德府屬五周縣 明年富歲 鎮河南地震災情 四、縣直帝成德府屬五周縣 明年富歲 鎮河南地震災情 四、縣直帝成德府屬五周縣 鎮河南地震災情 三、縣直帝成德府屬五周縣 三、縣直帝成德府屬五周縣 五、定明年三月 千眾大行皇帝治官於昌寧 因此 退朝 退朝 皇宮大臣大妙宮認勝的 反對… 反對… 臣叩見皇上 起來吧 你來了正合時熱 朕批閱了大半天奏章 弄得腰酸背痛 你看,還有這麼多也沒批閱 朕也不知道要做到甚麼時候 臣就是專誠來解救皇上的 臣已經為皇上準備了幾個 能歌羨舞的絕色美人 擔保皇上一定會快活過神仙的 其實做皇帝要怎麼這麼辛苦呢 就是做皇帝才這麼辛苦 笑話, 如果做皇帝要這麼辛苦的話 試問歷朝裡怎麼會這麼多人爭做皇帝 你不知道了 朕一定要做一個很好的皇帝 因為很多人都不服朕 有誰不服皇上的 皇上可以把力趕出京城 甚至可以把力斬首 看看還有誰不服皇上 有事實擺在眼前的 綿恩有野心說皇上的骨盒是假的 但是那幫大臣 每個人都瞞著良心來附和綿恩 那就是不承認朕是皇帝 皇上, 我看又不是這麼嚴重吧 話到最後來說 假如骨盒的詔書是立綿恩做太子 而朕提出有懷疑的 你想想, 他們會不會附和朕 那我看未必會 當然不會 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之中 朕永遠都不是一個皇帝 只有綿恩才是 尤其是, 軍機署那四個大臣 那好易話為 只要皇上下令把那四個斬了 不行, 主犯綿恩都放過了 朕不可以對他們嚴加處分 那又或者, 皇上隨便找個藉口 沖洗個大臣革職, 那就一了百了 不過要用時間去等 曹擁, 曹擁, 聽說是敦春王府宴客 那個場面搞得很熱鬧 可惜你... 別再提了 曹擁, 自從失去引岸之後 我看我也要在偏修院 直到終老了 人有薩時之禍福 一時風生水起, 一時不問不問 困居斗屋, 真是屍也魂也 曹擁, 你看這文字 幾個大臣偏賺先帝的遺照 全都寫錯了, 你看 甚麼?這樣也有的 是嗎? 傳聞, 傳聞, 是呀, 未呀 啟稟皇上, 漢林院偏修, 曹振榮求見 漢林院偏修? 不空見了 朕有這麼多奏捷都未批完 叫他不要來煩我, 不見了 走 我曹擁有很久 他不是說黑人 我不是說黑人 我雷浩市嗎 但很特別來 我還不是說黑人 我不是說黑人 不能說黑人 我真是說黑人 走 進來 龍塞在 在外面站在那裡的人是誰? 是漢行染邊生從鎮肉 即是皇上不見過的人 朕既然不見他,他為甚麼還站在那裡? 即是曠子,叫他進來 走 微臣曹振榮叩見皇上 大膽,朕叫你走,你為甚麼不走? 是不是想嘗試朕不敢殺你? 請皇上釋路,因為微臣有重大的要事 一定要面見聖上啟奏 有甚麼重大的事件? 梅稟皇上因為歷朝先祖先帝的遺詔 都是由顧命大臣代謝的 君稟大臣,文夫,託俊,奴任譜,大昏如 竟然把遺詔寫錯了 有這樣的事?起來,拿給朕看 走 走 錯在將高中皇帝誕生的吉地 寫作熱河避暑山莊 誰人都知道雍和公 身為君稽大臣不應有此錯誤 你跪安 走 真是天助我也 稟皇爺,皇上傳遇,急進入宮 臣叩見皇上,起來 不知皇上不急召臣有甚麼事 你過來 你看 這些只是小事 只要將畜生地點改正就行了 改正一定要改 不過,你知不知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 可大可小,大將犯大不敬罪 可以殺頭抄家 小生就懲戒了事 這也是,皇上 我們不是一直說 要找個藉口去處分那四個大臣嗎? 現在就自從送上門了 真是天助我也 你們犯下大不敬罪 六部科道以奏,罪英處斬 你們知罪吧 身罪該犯死,求皇上開恩 從此不明白我 姑念你們在兩朝沿路 又是故命大臣 朕忍心將你們嚴加處罰 朕決定罷免託進大軍員 以仁大學士及軍機大臣之職 降四級留用 借皇上一臉,臣勿此難忘 許下 借皇上 民夫,盧陰浦 二人審核詔書不辰 降三級,應留軍機處行走 皇上代臣一同才做 臣子當江老徒地,以保皇上聖恩 好,朕姑念你們一時疏佛 故意興盤,若再有凡者定當寵罰 朕 曹振勇 朕 曹振勇乃飽學之事 一向謙恭謹慎,辦事實心求善 朕調星期為軍機大臣 恢復太子太保陷,敗體人各大學士 臣勾借聖恩,臣勾盡全力為朝廷效命 王月,堅皇 賊 朕決定調星你們入軍機處行走 王月兼領互佈 謝皇上聖恩,臣勾死效命 你們有沒有事啟咒 臣有事啟咒 許連黃河決,移風,南洋異地 秘及收復,甘災返南 灌水入淮河,充勸,長富,陳流,中茅各地 已造成災民一百五十二萬 此時急於辦理,如繼續蔓延,是無可收拾 你再詳細聚咒,朕自當處理 是 啟咒皇上,邊疆有唐報道 交由民眾堂轉咒 報菜告退 啟咒皇上,新疆大和卓木之孫 張格宇,罪眾叛亂 叛匪襲擊駐軍,殺傷二百多人 攻陷英吉沙爾等四成陣,消殺魯梁 並煽動回民反清,聲勢浩大 邊境駐軍,無法鎮壓,各備為勤危在彈直 故飛馬告急,請皇上定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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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你幾番琴cent 更要苦干 满途困住牵掌 力尽风浪